空拍整条干溪从原本的透明溪水渐渐加深 变成咖啡色甚至来到了红土的颜色 绵延超过300公尺 这里是台中雾峰峰谷二桥附近 不正常的溪水颜色让当地居民质疑 遭到了污染投诉给议员 有没有两颗石头颜色 走到溪边石头有浸到水的部分 都被染成像是锈石的颜色 状况严重只要从桥上往下照 都能够清楚看见溪水染红 这条溪就在峰谷社区旁边 议员表示当地民众的农作物 也都是抽取洗水灌溉 等于污染间接被民众吃下肚 环保局补充27号就有接到通报 前往现场稽查 发现是一名王姓男子 为领有废弃物清除许可文件 在常防违法堆制备克桶 太空包等废弃物 疑似还将废体的液体排出 里头成分有氯化芽铁 浴水变成氧化铁属栓性 才把汽水染红 确实会影响到生态 也依法告罚处分 并移送检调准办 TVS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